明方審問我時 才有一個大約出來 我違反了經營團 書籍的經營團 就是因為書還是什麼 書籍 書籍 因為我在香港 幫一些讀書上去 議書上 你說他是什麼人呢 他們都沒有錢 我下來香港 他們沒有同學去看過 但我聽到 他們不是國安 也不是派出手 不是公安 也不是軍防 他們是中央專案做 這個我其實在《殯文革》聽過字幕才不知 我們說 為什麼中央專案做 我們 特別我們的小書籍 國外出牌 我們可以當用到中央專案做 我希望你們全部都了解一下 是不是中央專案做 真是正確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次你們囚在寧波 是你所知是你一個人 還是其他人都在寧波 還有你有沒有跟其他人見過 沒有 我們知道幾個都是寧波 你知道幾個都是寧波 還有當時 李波是將一些 每一個人 我們三個 作為10萬元的演賞特別賓 所以我們隔壁是在大陸的生活費用 你覺得港府在救人的情況裡面 我不知道港府救過什麼 這也有 這位 這位 怎麼安排整個訪問 怎麼讀劇本 怎麼教你 拍了多久 你可不可以詳細講 它是很簡單的 它主要是要我唸 是我要寫全片書裡面 抽出來 有一部份 不管是增典或者生減 那些人用我記住 在視頻的時候就調換宣科連辦出來 它只是要求這樣 當然它是一直沒有對著同操 但是當中有哪些 是跟你自己本身意願是一致 又或者是… 它認為我犯罪 我當然其實不應該是一致 我認為我真的沒有犯事 還有什麼東西 他們當中視頻裡面說的話 或者整個書都知道是胡堅亂做 是啊 沒錯 然後又說深刻知道錯誤 這些是否全局都是… 這些是他認為我是這樣 他要我證明 我也不可能不承認 中央政府現在有沒有寄書給你 有 因為李波吸收了一些資料給他 他也在寧波時給我提過 指認過 涉及多少人 我猜大概可能有五、六百 我看他統計有四千多種 是內地人的資料 還是香港的資料都有 全部都一樣 但比例是以內地為主 他有沒有跟你說 他會再找回這些人 不清楚 林先生你接下來會打算 怎麼可以改造自己人生的 你說是健康上課 我告訴你 有嗎 有嗎 我相信今天這個記者會 就是林先生說了他的情況 大家知道如果有什麼事發生 他絕對不會是自己坐在大陸上去 大家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大家新聞界 你們有你的自由 也有你的讚美 作出全面的報導 對很多重要的實績 我相信 我希望大家關注這件事 是對林先生最好的保護 包括我當然是 你為什麼要說話想反韓 呃 我希望香港向強權說明 但你覺得我們這個形勢可以向強權說明 我都可以 你希望我不可以 好 林先生會不會再重遇這個出版國 有可能我會重遲 林先生會不會尋求政治庇護在外面 我是香港人土生投掌 我不需要離開 其實有沒有後悔過做所有這些事 即記書 有什麼好後悔 記書在香港本身是合法的 他認為我們抵觸你就通過法律途徑 不是僅目拘留 這件事我是接受不了的 因為我是特製社會 在靈光被困住幾個月的時間 你自己當時的心路歷程或感受是怎樣 一開始會不會害怕 或者是後來覺得憤怒 還是中間的心路歷程可以形容一下 當時有什麼可以做 或者是怎樣過日 形容一下那件日子對你來說是怎樣 或是整件事對你來說 當時當然是普京紅 很紅紅 很難無故 為甚麼 不知是他們怎樣傳承我 不是通過法律途徑 有沒有審判我不清楚 我當時是不相信是發生在我身上的這件事 好像是荒誕劇一樣 不是現實 以為自己在另一個地方 甚至我希望我當時的環境是一場路 不是現實 因此要為香港人 於是個自由人 我uation條分 我沒有在香港犯規法 好 olla 但是在我們看到照片 其間就不肯去逛 運高了我 pada 不能撐住 不能看新聞 甚至目標不可以說 我到時投了一аб路 我多次先給一些隨便的照片看 還有它的環境給我們看 全部佔了軟膠 所有的酸海都包了軟布 那個水龍頭用軟膠用膠煮包了 怕找到瘋子去自殺 很明顯的 只要找到瘋子 它的準備很明顯是以前神經有人 譬如它給你的牙刷 很細的牙刷 但是有一道瘋子弄繩 你每次刷牙 有個看守的人拿到另一邊 你又拿著牙刷刷完了 給它 因為它怕你吞到牙刷去自殺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情況 不知道 因為它被指甲刷來 指甲刷也綁了靈魂繩 就是沙漢的手上 它又怕你吞指甲刷去自殺 恐怕你自殺的安全措施做得很重 我們看起來越看越害怕 是不是 這個是尿到自殺 除了找到瘋子 精神崩潰才會做這些行為 我看到他們很有景色 我看到是 有空印象 前後可以提審幾個次 它具體出去大概是兩次 但是房間就 我不記得了 都有二三十次了 二三十次了 就是每一個星期做 有時就梭一點 有時就一個星期做三四次 有時就兩個星期都不做一次 它說 它提審 有些問題問我的情況 我就要回答它 每次大概半星期至四十五分鐘 有時都長一點 一個多鐘都有 如果你不能回答它 或者是你跟著 我要合作 可能我不清楚 如果我不回答它 什麼後果我不清楚 你整個過程 在一個驚惶的情況裏面 尼盡可能要求我詳細告訴它 譬如我認得它 譬如是流露 因為我為何會認得它 有些穿出了 我回過一下 它大概是說一些 認權狀況 譬如是 我當然是照正確的 但具體我不會透露 林先生 你被困了八個月 你自己覺得你的身體狀況 會否相當穩 我以前做事一天做十三個小時 不過現在困了我的時候 基本上是不想做的 基本上是 身體狀況是比以前好 這件事情 但我的精神壓力很大 你根本不知道它怎麼處置你的 你是不是通過法律途徑 有什麼證據 我是違反了中國法律 我事實上 如果在香港來說 我沒有違反 我過關變成了一個違法 整件事對你來說的影響 或者對你對香港政府的看法 對中國政府的看法 整件事來說 有了什麼改變 我只可以說明一國兩制是名存實 因為它可以是 假證李波是真的被 凹了上來的 很明顯就是跨距離 這件事要問李波才知道 林先生有沒有想加入 先等一下 先生想問一下 你剛才提到都不相信香港政府 警方也沒有需要叫他們特別來 你有沒有考慮移居香港 還是你覺得你一直留在香港 人會移民 我本身土生土象 又真的看著香港 有些家庭是沒有電話的 電視的 那個過程是看得到的 我覺得香港真的是我的人 我們家 我也沒有打算離開香港 請問一下 在這幾個月的過程中 除了中央專案組 你有沒有聽到 或者有其他人表露過身份 在什麼情況 或者是中央要求 他說中央專案組 是漏口封跟我說 他究竟是什麼國安 還是公安我不清楚 問他們是不回答的 他只是要求簽紙就可以了 差不多六萬 兩百萬兩位 林先生你有沒有看一些報道 是你家人一直有去 從一些報章 平時去說回你的情況 你有沒有機會跟他們聽 以後怎樣做 或者他們應該怎樣再幫你 沒有聽 我找了何俊仁 之後才給電話 基本上沒有聽 你沒見過家人嗎 我昨晚吃飯 在姐姐那裡見過我太太 昨晚我和姐姐吃飯 是見過兩次 你兒子呢 他們有過自己的生活 我昨晚看過你 我昨晚看過 有沒有見過張志勒和女哥 是呀 你見過的 我是見過你哥 你剛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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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知道是不給你 林先生你有沒有想過 我兩個人是怎樣 你有沒有想過 你今天不出來 如果不出來 你對於你自己 或者香港的自由 會有什麼影響 有 有 我出來講一講 其實是好一點的 為什麼呢 香港仍然有人不想這樣說 因為不說 很明顯香港 受到在日本自由方面 或者出版自由方面 默默承受打壓 我是很不想 我是拿電腦給李波 我經常跟他談過 李波 李波是股東之一 李波現在 我所知道 他在另一個地方做事 不是在香港 我聽到消息 我看得不太清楚 這個我不感到 你知不知道 不清楚 沒有制服 有一個很斯文 有一個聲音 對我非常好 我在這上面講 我很感到 但我在提醒中 我希望善待他 因為我這件事 他可能是很大輕言 還有我在裏面 有一個女朋友 我希望也能善待他 那你這樣講 怎麼可以 就是她的狗人 她的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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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很明顯 他這樣做 就說 想避免 我們說 他跨境執法 所以 她可以告訴他 有些人來 但他不是執法 只是說 有些人來 立法 我相信 他故意這樣做 所以看來 他來到香港 都是 想做什麼 想說什麼 暫時 沒有受到干預 這個事不離實 我都要講 郭先生,你有沒有什麼打算,無論是警示的後座,不論是警示的? 沒有,香港好,香港人過關,我發誓 好,那就這樣吧,他回答很久